就不要放 不过 其实也没差了 反正放进去里面没东西 那顶多是那个物件里面就没东西而已 OK 是不影响了 所以比较简单的写法 当然比较严谨的做法是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里面有没有放东西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的就是取得之后的话 再来就判断什么 如果 第一个数字第二数字第三个数字 其中有一个怎么样 其中有一个是没有东西的话 就是没有输入 那可不可以 那不行 不行就不能往下走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其中一个是没有输入任何东西的话 那就是怒 如果那或 第一个或第二个或第三个 如果为空 就是里面都没放东西的话 那就帮我转换到哪一个呢 转换到网页 哪个网页呢 就是PHP第三个 特别主要就转给这个 然后呢 用那个UIL传递参数 所以后面的话加一个问号 加个问号的话表示说我要传递几个参数 N1等于 串接 等于是把每一个每一个都丢过去啦 当然一定会有一个是空的啦 反正不管 反正就是全部都丢过去 N1 N2 N3 那全部都丢给谁呢 丢给一字扇去处理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字扇怎么去处理 因为如果说你其中一个没有输入的话 来看一下 基本上假设一个 假设我第一个有输入 第二个没有 有输入 第三个没输入都按送出 你会发现有没有 转给谁呢 转给一之三 那一之三做什么呢 转给一之三有没有 然后N1等于2 N2等于5 N3因为没有输入 里面是空的 而且要怎么样 判断出来 到底是第几个必须输入 第三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一字三 其实也有一点点难度啦 不然还好就是说 你要知道哪一个是Nur 如果是Nur的话 那就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 跟他讲说哪一个 如果说你今天全部都没输入 123 有没有 不过这个还有一个缺点 最好是这边加个 加个什么 顿点 顿号 会更完美 不过最后一个不能加 那个又更 不过当然程式会变复杂了 OK 好 那当然哪一个没输入的 他会显示出哪一个 好 最后传递给他 不过这个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主持